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吃 真的好吃 我煮的東西多好吃 Hello 大家好 我是Iko Mo的Iko 你是誰 債盤 債盤她在吃東西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這個蒸煮鍋 這個蒸煮鍋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不能外出吃飯 其實為了方便 我覺得是要買一個小型的蒸煮鍋放在家裡 清洗又方便 不需要每次用鍋去蒸 那它有什麼好呢 它有兩個容器 它是陶瓷 就是好像我們這些碗塊 陶瓷 就是好像我們這些碗 是不是陶瓷 不是陶瓷 它好像以為自己在做直播 一邊呢 其實我覺得可以用來煮飯 另外一邊可以用來煮菜 另外一邊可以用來煮菜 又或者如果可能 這個是一個人的份量 但如果你說兩個人的話 我覺得它可以是 兩邊都做 兩邊都可以做菜 另外自己就煮飯 這樣 那我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示範這個 一邊是煮白飯 一邊呢 蒸這個士椒排骨 試鮮關係呢 我已經準備了士椒排骨醃好了 那我餐單呢 就在這裏了 餐單在這裏 可以自己看看怎樣去醃 這個就是飯 我都洗乾淨了 那我剛剛放了大概是80ml的飯 放多少的白飯下去 就放多少的水 比如剛才我放的白飯是80ml 所以待會下的水也是要80ml的 我想現在放給大家看一下那個飯 好 現在我把米放進去 大家可以鑽近一點看看 鑽近一點 鑽近一點 大概我是放了80ml 至於軟硬度 大家就自己再調 如果你想硬一點的話 可以放少一點水 我們吃這個水也可以 看看好不好吃 好 接著這邊 兩個一起蒸 對 放了一起蒸 我也覺得是要加少許水的 好 接著我們就蓋蓋了 這個有個按鈕可以按下去 方便一點 放了下去之後再按這個 對 放氣再放下去 它就現在很實的了 我們就要怎樣呢 我們就要加水了 好 大家看看水的份量 其實應該是放161杯的份量的水 好 接著就放上去 好 蓋蓋了 這裡有一個手把位置 聞到這裡 放下鍋子,讓它吞出氣 記得要用鍋子來輔助自己開 因為是比較熱的,始終是蒸過 其實我覺得可以放在公司 不方便出去吃飯,也可以吃到新鮮的飯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是第二轉我做的成果 白飯,再加雞和冬菇 待會請阿祖,試味 大家可以看到已經完成了 有飯,還有剛才我做的排骨 還有冬菇蒸雞 我覺得這個有什麼方便呢? 它的插頭是和它的機身分開 所以隨時清洗是很容易,倒水都很容易 就這樣拿出來倒了剩餘的水都可以 然後裡面的鍋子可以和它分開,直接清洗也很方便 但唯一就是要小心點拿的時候有點熱 因為始終是蒸飯 好,我們先試一下,好嗎? 我先試飯 嗯,好吃 你試一下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在家裡 又不想開一個飯煲去煮飯 然後又要拿一個鍋去蒸菜 其實這個是非常方便 超好吃 嗯,真的好吃 我煮的就挺好吃的 好,吃還吃 我們先跟觀眾說再見 拜拜 拜拜 下次見